说开年兜涂好彩头 初八开工不用愁 你看很多门店的企业 过完年都选择正月初八这一天开工 就为了涂一个顺的吉利 沈阳的万大哥 这买卖做的挺大 专门生产采钢瓦的 人家也不例外 选择在正月初八这天开门复工 可是当天一开门 大哥慌了 初八早上起来 六年多我过来一看 设备丢了 当时信号化了 啥玩儿设备不见了 吃饭的家伙事都能丢 万大哥啥设备让人盯上来 谁行高流水线 待会儿什么玩意儿 流水线 那玩意儿不小吧 外边那个吉西的形状和这个差不多 七米长江顿五吨程 他学什么学雕车装 这个车还是家常的 一般六米的车拉不了 盖门拿不走 十个车二十人才不动 五吨程 这只能用雕车 好家伙 中五吨 搬不走 抬不动 咋能丢了呢 谁又能组织这么大的阵仗呢 我们发现在2月5号凌晨的时候 有一台雕车 空车进到了案发现场 在现场停了十几分钟之后 就离开现场 离开现场的时候 车上面就放了这台被盗的车床 根据雕车的行动轨迹我们发现呢 这台雕车将被盗的机床从案发现场拉到了余虹区审心路的一个废品收购站 万大哥家好好的设备竟然被拉到了废品收购站 当真是有人敢卖 有人就敢收吗 在废品收购站呢 我们发现了被盗的车床 通过向废品收购站的负责人询问呢 负责人称这个车床是2月5号的时候 有一名男子到这儿来卖车床 说是自己家废弃不用的车床 就这样 一台价值十多万的正在使用的设备 竟然被盗成了废铁 卖了一万多 到底是谁这么打他 因为这个车床比较大嘛 价值比较高 废品收购站呢 就对这个卖车床的人进行了一个登记 通过登记呢 我们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车某某 那么问题来了 作案用的吊车跟车某某又是啥关系呢 吊车车主称呢 其实受雇于一名中年男子 于在2月5号的时候 将被盗的车床拉到废品收购站 案件脉络越来越清晰 警方第一时间找到了39岁的犯罪嫌疑人车某某的家 发现车某某藏起来了 后来我们就到车某某的家里 对其家属进行工作 后犯罪嫌疑人车某某迫遇压力 到警方偷案之手 不到十个小时就把我设备给找到了 这样子我们的巡视将到最低 咱们这个业货啊 这盛单的现在已经是按四开工 正常盛单接单 所以咱们这个派上所的民进通知 对咱们保证特别大 他们尽致尽着不怕信呼 而给咱们找到了这个设备 租掉车偷设备是真是没谁了 这事啊 得说这万大哥也是大意了 春节之前厂房改造装修 他就把这套设备放到了厂门外面 就合计你说这么老大的东西 谁能拿呀 那拿了也未必会用啊 结果就半个月的工夫 还真就被盯上 这也算是苍蝇盯上了有缝的蛋 中文字幕 高 中文字幕 高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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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娅 未经许的工夫 永远